在巨大的冰岛火山灰云导致几乎整个欧洲成为禁飞区长达六天之后 预计欧洲的航空运输星期四能够基本恢复正常 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说 随着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结束飞行限制 整个欧洲大约四分之三的航班 星期三按照日程执行飞行任务 但是成千上万名旅客仍被困在机场和酒店 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表示 自从上个星期四以来 火山灰造成大约九万五千个航班被取消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称取消航班是灾难性的 此举造成航空业界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损失 该机构负责人敦促各国政府 设法为各航空公司的损失提供补偿